史上最坑人的无宽手持品牌 千万不要买 如果你钱多 请划走 首先是这个爱马仕的手镯 售价5000多 使用的材料是同度新加皮革 其实它还算有良性的了 起码成本大概在100块钱左右 但能不能到200 我是真不知道了 最没有良性的 要数迪奥的珍珠耳钉 4000多 两颗珠子 这个两颗珠子 连珍珠都不算 用的是白色的合成树脂 你可能不知道 什么是白色的合成树脂 说白了 就是塑料 要是在没有品牌的前提下 你敢给我9块9 一屋我所有的身家 绝对给你包佑到家 第三款 就是潘多拉的手链了 我觉得一个叫 潘多拉皮筋 售价488 使用的是皮革加925银 去掉这个皮 要不是这个扣子 是925银的 大概就三颗左右 成本也就10来块钱 然后就诗华洛士奇的黑天鹅了 售价999 我要说它的材质 就是铁链子加玻璃 你可能都不信 成本也不会超过10块钱 如果超过了 算我输 最后就是香安奈尔的双C了 绝对是个狠角色 售价4000块 用的材料是合成金属 十几块的成本 卖你4000多 怪不得都说 卖猪宝的人 三年不开张 开张吃三年 记得关注老随 带你了解奢品 不踩坑